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段影片主要是做一個解題 令大家做有關於Gaser Searching in Humans的題目之前 有一個大約的概念,不會解錯題 亦知道不同題目的特題技巧 整課算是簡單的,我們經常說笑,很容易出貓 或者自己呼吸一下,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頭版主要說回整課,有什麼東西大家一定要懂 最基本,不同類型的結構 整個空氣,由Atmosphere 到Air Set 經過什麼地方 整個呼吸管道,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過量空氣 以及去到Air Set 的時候,氧氣如何進入我們的血 CO2又如何由我們的血離開,然後讓我們敷出來 以及紅血球,有什麼作用呢 血又如何可以幫助我們運送氧氣和二氧化碳 這個概念去到第八課都會有用 所以他日溫輸的話,第七、第八課就要一起溫 當然最重要的也是換氣,Fentination,吸氣呼氣 正正因為有吸氣呼氣,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 就不斷地重複2 Golden Rules和7 Steps 不多說了,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 起碼 pause screen,自己去看一看 但記緊在整個第七課裡面,換氣這類型的題目是很常見的 甚至待會我們看幾條MC的Question 都有一部分都會套用到這個2加7的模式 現在我們先看看MC MC第五條,相對上還未進入到2加7 所以純粹就問回我們整個呼吸系統裡面 有什麼的Cell會出現到的 下面這裡,我們有四款Cell,PQRS 他們每一款裡面都有不同類型的Organelles 那些細胞器,對吧? Metalchondra,Cloroplus,和ER 做這條題目裡面,他就問了 現在給了PQRS 究竟哪一款Cell呢 是能夠在Az的Lying那裡發現得到的 即是氣囊的Bick OK? Lying找一件 那當中,這個Cell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Epithelium Cell,對吧? 那現在我們先看看PQRS 有些東西,一眼就已經可以判別它是 還是不是答案 那最基本的,這三個Organelles 我就是想大家去recall memory 先看看這三個Organelles 有什麼用 Metalchondra,Cloroplus,和ER OK? 分別就是Respiration Photosynthesis 和去做Protein,或者做Lipid 看看它是Rough,還是Smooth 那現在題目沒有說的 所以我就給了個Protein or Lipid Synthesis 大家先 那你recall了之後,你又去想 喂,那究竟我們的Lying of the Air Set 究竟是真的需要什麼東西呢? 但是有一款Cell 我們肯定它一定不是答案的 就是P 因為為什麼呢? 有Cloroplus,即是它Plant Cell 但是Lying of the Air Set in the Lungs 一定不會是Plant 一定是Animal,對吧? 所以P一定是錯的 那只是爭取了 去到QR的比較 ER的比較 那是怎樣呢? 究竟是多還是少呢? 究竟是多還是少呢? 所以下面這個呢? 就有第二個Hint給大家 就是recall 這個Lying of the Air Set 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條件 它需不需要 一些很多的能量呢? 它是做Gasus Exchange的 沒錯,空氣就是進出了呼吸表面 With Battery Surface 究竟它需不需要用這麼多的能量呢? 第二,它又是否有很多ER的器官呢? 一個Cell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一個Cell能寫多ER的話 其中一個概念就是去想 它會不會製造很多Protein呢? 例如,如果一個Cell 它需要製造MSI出來的 例如我們上課所說的消化系統 我們有些Cell是需要製造M 那類型的Cell呢? 自不然就應該是 會相對上多一些 Rough的ER 對不對? 那你想一下 在我們的Lying of the Air Set in the Lungs 它需不需要 很多能量呢? 亦都需不需要製造很多Proteins呢? 如果不需要的話 那答案會不會是甚麼呢? OK 第五條 第六、第七條 就合在一起講的了 因為第六、第七條 就是講Exchange 題目都說了 substant a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blood vessels and the muscle cells OK 當中在記憶上 甚麼是Concept of Exchange 就是我給你,你給我 這些都叫做交換的 OK 另外,另一個Hint 就想了 Muscle Cells究竟需要甚麼東西呢? 而Muscle Cells又不需要甚麼東西 所以有些東西是remove的 OK 傳給血,讓它帶走它 有些甚麼是血會帶給它的 OK 第六、第七條 要合在一起去講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第六條就問了 究竟那些substant X 和 Y 的配搭 剛才我們已經recall了 究竟那些 muscle cells需要甚麼 OK 有一個前設給大家 Muscle cells需要很多能量 去做 muscle contraction 那這裡有一個提示 你要想一想 就是究竟那些 muscle cells 怎樣整能量的呢? OK 而提示就是 它是7-life characteristic 一個生物的七大特性 OK 當你想到之後 你就想了 喂,那這個 muscle cell 有甚麼東西 它真的很需要 而血是會帶給它 OK 同時有甚麼東西 這個 muscle cell 會弄出來 但是 它是不需要的 要被人remove 對不對 起碼有些答案 我們可以篩走 例如第一個 OK 我們的substant Y 如果它是Carbon D'A 就一定是錯了 因為我們的 muscle cell 因為無端端不會要Carbon打光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Plant cell 又不用做Photosynthesis 對不對 再加上 還有,X有機會 不會是甚麼東西呢 也不會是glucose 那我們的 muscle cell 它整完 它的cell需要glucose OK 其實都是給我們這個 生物七大特性的其中一個 就是用來整能量 至於哪個 你想 OK 行不行 所以也不會是glucose 那現在某程度上 答案 我們鎖定了 要不就A 要不就C 那現在我們5050的機會了 OK 那你就想一想 究竟有些甚麼東西 是substant Y 和substant X OK 接著 第七條 又是說那些東西的進出 基於第六條 你應該 是已經知道 究竟X和Y是甚麼了 那這次它就是問Y OK 那究竟substant Y 是如何能夠在cell之間行走 OK 那可能 由那個 muscle cell OK 那怎樣去 由那個血管 怎樣呢 可以過到那個血管壁 接著去到 muscle cells 那擺甚麼方式呢 那如果你知道了 substant Y 的話 你就會知道了 那現在下面 這裏 ABCD4的choice 某程度上 B和C 都學過了 Diffusion 和Fentination 一個是擴散 換氣 對吧 A和D 就未學住 在這一課 這個transpiration 是說植物的失水 是一個蒸騰作用 OK 蒸騰作用 Conservation 就是保育 這個就是簡單 OK 某程度上 這兩個就不是答案 來的 中間這兩個 你就選一個 我們又有50 50出現了 OK 然後第八條 第八條 和之後的幾條 都很相像的 就是要你比較 pressure 所以開始 我們去到2加7的部分 2 golden rules 和7 steps OK 解回題目 題目就是 現在發生火警 在哪一個時段裏面 PQRSTU 哪一個時間裏面 你那個人 是會吸入最多的煙霧 OK 講到明了 有很多煙霧 進入你的肺 究竟 是 imprice 了些什麼 當然是 吸氣 所以看回覆圖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什麼時間 是代表著吸氣 所以 為何要你 recall 2 golden rules OK 760 是 大氣壓力 OK 究竟在什麼時候 AIR PRESSURE IN THE LUNGS 是高過760 還是低過760 就代表著吸氣呢 這就是第八條 你要學會的東西 OK 第九條 都是看到這幅圖 都是760 又有762 768 其實都是在說 低過760 和高過760 OK 現在又看一看 下面哪一個時間 PQRS 是我們肺的volume 是最大的 其實當中 又暗示了些東西 究竟今次暗示的 我個人是在吸氣 還是在呼氣 所以又是2加7的時間 OK 究竟volume of the lungs 肺體積是最大的時候 其實是 令到我們肺的 AIR PRESSURE 有什麼變化呢 行不行 所以 打通這一點 這一條理由做得到 然後去到第十 第十就是講 現在我們 那個人在做吸氣 OK 吸氣的時候 空氣就進入肺部 那究竟呢 下面呢 哪一個的 叫Pairing OK 是正確的 當我們吸氣的時候 那這次就不用2加7了 只是7 steps都已經足夠了 OK 那當然這次呢 在說7 steps的時候 就是要多一點關於 這個肺部的問題 那個 intercostal muscle 和我們那個 dive muscle 但這次呢 就只問那個 intercostal muscle 連帶到我們的 臘骨呢 如何運動 再拉回去 Volume 的轉變 當然 當然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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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給了你 吸氣了嘛 那說了吸氣的時候 肺部的氣壓 究竟是高了還是低了呢 你告訴我 行不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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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第二條第十一條 那 那這次呢 你見到呢 這幅圖呢 他沒有了那條 reference line 沒有了那條 虛線給你的 那有時候 題目會給你 有時候會不會不給你的 但是 給不給你都好 不見的 自己加條給自己咯 沒有相關的 最重要自己做到題目 最重要不要看錯題目 是不是 那所以 下面就說 現在下面這幅圖就是 Air pressure inside the lungs 的改變 又是760 高過760 低過760 OK 這個題目 我就問了 下面哪一句呢 是描述在特定的時間 T1這一段 T2這一段 OK 究竟哪一個 描述是正確的 OK 那 怎樣可以容易回答這條題目 就是講 培養意識給自己 看一見這幅圖 有個低過760 有個高過760 那你一定立即不如判斷 哪段時段是吸氣先 哪段時段是呼氣先 OK 所以旁邊這三處就是 先加一條線給自己 第2 究竟那個 pressure OK in the lungs 和pressure of environment 或是 atmospheric pressure 的大氣壓力 有什麼不同呢 OK 因為這個不同是引至於 吸氣還是呼氣 對不對 所以第11條就是這樣的技巧 當你知道吸氣還是呼氣 你就再對照 究竟空氣是否在離開肺 究竟我們的intel cross muscle 是否在contract中 Diaphram是否拉平了 即是在contract中 也是 以及Rip cage 就是向上 向外動 OK 其實都暗示了intel cross muscle 也是contract的 OK 所以你會看到 有時候 其實ABCD 這些choice 都是連動的 D 是跟B 即是B 到D 其實是連動的 因為為什麼 inter cross muscle contract 那Rip cage 就是向上 向外動 對不對 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 有時候 將 選擇上的連動 你會知道 究竟 有些答案 可能是一齊對 當然也可以是一齊錯 對不對 這個就是講講MC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看第二段片 就會是 長題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有關於MC的 可以在 樓下的box 去問